去年伊朗一名年轻女子因为没有带头巾 遭到了道德警察关押之后离奇身亡 引发大规模的反头巾示威 伊朗当局不但没有聆听民意 还不断地强化管控 执法部门进来在该国的公共场合 安装了智慧监视器 记录没有带头巾的女性 并把资料直接送到司法单位 伊朗人不禁感慨 这无疑是让女权开倒车 这实际上是因为这种困难的困难 这种困难的困难 我们必须得回来 但当事件有可能会很高兴 有其他重要的事情可能是 包括政治和社会 这些困难的困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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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在其他困难的困难 困难的困难 伊朗警察总长拉丹指出 有了进阶的科技和设备 就能辨识违规的人 并可以及时警告 这是为了预防女性 拒绝佩戴头巾的法律 强调违反规定的行为 不只是玷污了伊朗的神圣形象 也在社会散播不安 伊朗部分女性还是拒绝 配合官方要求的头巾法令 结果却遭致各方面的阻扰以及骚扰 近来就有伊朗的女性 因为不佩戴头巾 被路上的陌生男子抛至石头 而被施暴的两名女性 还被这个执法单位 以没有在公共场合 佩戴头巾为由逮捕